好久沒有出來走動走動了 今天呢跟我一位老朋友有約 我想要先來突襲他跟著我走吧 哎唷 原來是咖哩啊 咖哩 你好好久不見 咖哩這是你第二頂的髮片了 對沒錯 來來來跟我們這個好朋友聊一下 因為有些好朋友不曉得說我們認識一段時間 然後髮片使用的狀況 那時候怎麼會想要來使用這髮片 因為就是在我使用髮片之前 其實我就是有去那個醫美中心就是執法過 執法 對對對 這是很寶貴的經驗 對然後就是因為可能就是我 執法那個 過程跟效果可能就是 沒有當時候所預期要來的那麼好的樣子 對 對其實我們不管去執法啦 或是文法啦 或是假法啦 最重要的效果我們 這要看起來自然 所以那時候執法之後 覺得不是很理想 對就是沒有 當時候所想的那麼美好的樣子 來聊一聊 對 花多少錢 然後過程是什麼樣子 我那時候就是花了35萬 35萬 對 那執法的過程在什麼樣子 手術那個小姐就是 會從我的後腦槽的那個毛囊 就是因為我 我吊髮嘛 所以毛囊剩下後面 比較 看起來比較就是 比較茂密這樣 對 所以從po腦槽去 去植那個 取毛囊 取毛囊 那它是怎麼去 它是一針一針喔 一針一針 對就是 種下去的時候是 在 因為我前面是 沒有沒有頭髮嘛 對 那那時候就是 一針一針這樣 大 那我請教你那個時候用的是屬於機器人直掣 還是FUE FUT 有沒有切你的頭皮 有切頭皮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要 手術之前 他有幫我拿那個鉛筆跟那個 就是包一層膜 就是幫我 就是做那個區域 下午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兩三點 等我用好的時候 大概一晚上 差不多 十點多 十一點 晚上十點多喔 那下午兩點 等於是 八個小時 對 中間有稍微休息一下 哇 其實那個過程是 時間是蠻長的 那你是 值了多少 豬還是多少根 我印象中好像是 兩千五百豬 兩千五百豬 對 過程痛不痛 喔 很痛喔 很痛 因為它 它雖然有半麻 發生麻醉 可是它那個是 一針一針 扎在你的 一針一針 然後這樣兩千針 對 兩千五百針 對對對 所以 所以那時候就是 很不舒服 他那種不舒服其實 我覺得應該 不會輸刺青那種 然後那時候 就是包完紗布的時候 他好像說 欸不知道 五天還是一個禮拜 不能 不能去碰到水 五天或一個禮拜 不能洗頭就對了 對不能洗頭 要不要吃藥 他吃藥 他是說看個人 因為他說 如果你不介意 因為男性都 他說吃藥可能會對 荷爾蒙那個有關係 荷爾蒙 對 所以讓你可能就是 比較 欣欣寡欲 對對對 所以他說看個人 啊我自己是沒有吃的 他那時候就給我 洗髮乳 跟那個護髮的 他那個洗髮乳 一百還是兩百毛就要 一千 喔 我那時候因為曾經有找 回去找過他 找他算帳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回去找過他說 欸為什麼 我前面 扎針的那個地方 對 為什麼就是 怎麼都那麼短這樣 他就拿了一個 顯微鏡 然後拿了一張 圖片 就是我那個頭 頭皮的毛囊的圖片說 欸 有種進去啊 對啊 然後他只跟我說 因為你的頭髮本身比較細跟軟 那細跟軟就是 比較 看起來不像一般的那種 頭髮來得出來的硬的那種 然後看起來就是會 還是很稀疏 就是他給你一個理由 說你的話本身就是 細軟嘛 對 所以種起來 看起來是很稀疏 看起來就稀疏嘛 對 那這個理由你可以接受嗎 我不能接受 對啊 就是頭髮細軟才來種啊 種了之後 因為頭髮細軟又稀疏 但是他最後 還是拿了一張圖跟你說 你看 這個我有真的有幫你 幫你做手術砸進去 用顯微鏡放大給你看 對對對 借我一下 其實就是現在剪下來這一堆 35萬 非常珍貴 對 我現在手上拿這個 大概價值大概上方太全 差不多 非常珍貴啊各位 對 對不對 重量一句就是這樣子 對 那問題是 於事無補啊 對 就沒有 沒有什麼效果 很失望 然後就一直在想說 他有沒有什麼 方法可以就是 找回以前有頭髮的樣子的樣貌 是 我們設計師也幫你改造差不多了 其實還沒有完成但是我已經覺得說 哇真的是帥真的是 不一樣 跟之前跟那個戴之前是差的 對我目前為止沒有看過任一個帥哥凸的 凸的帥的 對 任何帥哥都進不起凸頭 沒錯 對 他可以光彈 但是你進不起凸頭 對 各位觀眾 我們即將開夾 怎麼樣 滿意吧 不錯 不錯吧 對 新年新氣象 對 要玩一下新造型 對 這一次的造型就是 你的髮色也不會太重 顏色不會太重 然後層次是很明顯的 就蠻立體這樣子 蠻立體的 對 是不是 對 符合你的期待吧 對 而且說真的不是老王賣瓜 我自己這樣看整個身體銜接都非常的厲害 對 我還是要再一次強調 一個髮片要做的自然 很難 不容易 對 他從一開始的開板開模到髮流勾姿設計 到他整個修剪 對 全部都是客製的 如果你要去買那種公版的一般的 帶上去然後就走了那種 坦白講他自然度不會像這樣子 一定會有很大落差 對 再一次謝謝咖哩 今天讓我們來突襲 然後讓我們分享很多這樣的經驗 那我們執行長來了 成功 期待下次見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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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